伙伴们,他的身上一点肉也没有,他是一个骷髅 你们知道硫磺弓手之前的面目吗? 伙伴们,你又没有被硫磺弓手给揍过? 如果你知道硫磺弓手的故事,你们肯定会原谅他的 你信不信?先为硫磺弓手点个赞好吗? 谢谢 伙伴们,咒所周知硫磺弓手生活在烈焰星对吧? 并且他的武器是一把 弓箭,你们看到了吧? 伙伴们,咒所周知烈焰星的老大是谁? 你们把他的名字打出来好吗? 烈焰星的老大是黑龙,对吧? 黑龙是飞在天上的怪物 伙伴们,如果我们想对付黑龙 我们必须要用远程武器 时髦,弹弓,或者是弓箭都可以 为什么硫磺弓手手里会拿着弓箭呢? 伙伴们,难道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其实,在很久很久之前 硫磺弓手就是第一批来对付黑龙的人 只不过,他丧生在了地心世界 被黑龙所控制 然后他们才会对付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手里拿着弓箭的原因 其实,他们最早拿弓箭 是为了对付黑龙 后来永远地留在了地心世界 被黑龙给控制了 他们是迷你世界最勇敢的人 可以为他们点个赞吗?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 刘皇弓手在最早就是我们的样子 你们知道了吧